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 很迂迴折曲 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講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了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Hello 大家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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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不明白 又來了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9日 我是John Sam 我們剛剛遲了一個小時 9點現在 是嗎 9點現在 不是我們之前8點半 剛才我在餐廳等了一個小時 有沒有 好像有 有啊有啊 不用對不起 沒辦法了 都要等了 一天就自己吃 就算我早吃完我還是要等的 你也沒吃 你也很適合 你也很適合 哈哈哈哈 你也很適合 你也很適合 對不起 有時候是這樣 要不就忙 那你忙 我明白了 所以我沒有抱怨了 你一有些空檔的時候 你又要處理其他問題 我明白了 所以我沒有出聲 我便密密等待 你們看到我在群組裡沒有吹你們嗎 是啊是啊 真的沒有 但是現在抱怨了 共害抱怨了 共害抱怨了 這樣也不算 說回我剛剛等了一個小時 所以就變遲了一個小時開始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抱怨了 沒有抱怨 誰的自由抱怨了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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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怪錯你 就是 怎麼樣 嗯 今天我們 很平靜啊 這個禮拜 因為這個禮拜 相對平靜 我忙搬家 你忙搬家 其實你不忙搬家 就算你忙什麼也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 是嗎 沒有什麼特別 是嗎 看他玩吧 這個禮拜 我記得我最 我最 真的看到一條片 令我火滾的 就是蔣麗雲 嗯 哇 你真的隔著螢幕 你真的想兜巴聲下去 就是 因為 張心比己 那個是教育事務委員會 很多人輪流向吳克劍發問 嗯 首先就是鄭松泰 那條片一開始 鄭松泰 有許智峰 黃碧雲 先鄭松泰說了一半 就看著吳克劍 然後蔣麗雲就突然插嘴 喂 看著我說話 你是看著我說的 嗯 因為這個行為是很無謂的 他有理據的 他就說 議事規則其實要向主席發文 然後主席就跟 吳克劍 鄭松泰議員 就請局長回答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 這個議事規則的原意是什麼 就是因為要經過主席去 主席要你說你是議員的時候 西庸成議員你要說個全名 其實是 開會就不是直接向官執行 其實是 平時也是 你看旭敏的片也是 多謝主席先 是啊 但是 但是 重點就是要不要看著 重點就是你不是有權 有風就使盡你 是 首先我也覺得這個議事規則是有些 奇怪 所以為什麼所有人發言之前說 主席 之後才會說 是啊 因為是主席代發文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幻常做法 或者當一個禮儀 我覺得沒有問題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像你所說的 有風使盡 他是要刁難你 是 但是變成一家 陳建峰 是副主席問主席 但是又不用 又不用看著 就是有心刁難所謂的非建制派 總之他不順難就刁難 我之前也聽過鄭松泰的節目說 蔡麗雲做主席的時候 每一次都幫他們總結 是啊 幫他們總結 其實是不需要的 你阻礙時間 是啊 剛才我看以往毓民的發言片 譬如說 毓民就是一大段 然後又罵 破口大罵的官員 之後就提出問題 之後通常 曾玉成主席都說 請官員回答一下 就是這樣 是 他不會覆述一次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明顯 因為毓民不在這 他們現在很囂張 是 真的很囂張 是 你們經常都說 說他們抓捕 說犯罵 但是 蔡麗雲現在 其實你的行為 又沒有什麼分別 他唯一的分別就是什麼 只是拖慢你們提問的過程 所以現在這麼多爭辯 其實我有看一些報道 他就說 可能蔡麗雲只是做一年 之後那些建制派 都不會再給他做 就是這個主席 是啊 為什麼 這個放出來 我看一些不知新聞那些 報紙那些 像那些什麼政壇WhatsApp 類似 正情WhatsApp 類似 不是 你這件事太過分了 還有 然後就是 然後到許智峰 許智峰也是這樣 對 對 我覺得 這個行為 蔡麗雲 之前是白癡 之前是白癡 很難討厭 很難討厭 就是說現在我想正正經經 討論問題 你在這裡阻礙著我 然後許智峰 又跟他吵 你給我一些時間 問題不是在這裡 問題是蔡麗雲有風洗盡 對 問題不是他阻礙了你幾十秒 你又要給我幾十秒 都不是在這裡 要屌射他 真的要屌射他 他都沒有罵蔡麗雲 我看著你真的說不下去 說苦 但是 都沒有了黃毓民那種 那種煽氣 你嘗試這樣跟黃毓民說 我覺得蔡麗雲也可能會這樣 就跟他吵架 大家搬議事規則出來說 黃毓民一台說 議事規則是原意 你已經瘦皮了 大家吵架 但現在很明顯是被蔡麗雲吃著 我覺得現在好像被蔡麗雲玩 是呀他在玩你而已 佩服很難搞 蔡麗雲白痴當然 他的回應說話是怎樣白痴 我也不需要再怎樣解釋 他主要就是搞爛你 耍狗你 等你問不到問題 耍狗你 等你興 然後坊間再會配合你說什麼 你們拉布就行 別人妨礙你的阿妙不行 類似這些 很多 你去那些什麼 講人講地 就是講這些 然後變成坊間製造那些DRIFT圖 就是蔡麗雲單眼 鄭松泰O嘴 和黃碧雲的對馬 就變成焦點都去到這裡 到底蔡麗雲的做法是否對 或者是這個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完全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也剛才發問 究竟現在立法會做了什麼 真的不知道做了什麼 大家不知道做了什麼 還有蔡麗雲當刻的情況 其實 我真的覺得 就只要他被辱罵他 你只能夠 因為你已經不能跟他說道理 他根本有一個佩服 他跟你說 我主席我有權這樣做 你真是屌你媽媽之外 你做了什麼 然後你屬他早中十八代 他姐姐還是妹妹坐牢 說他沒有家教 就說有爺三個 就把他出來罵他 如果不是 這些人 我告訴你 你這樣罵他 他的人一定受不了頸 他很厲害 都是趕你出去 你罵他爸爸最好 對了 你搬他出來 你爸爸也是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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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件事 黃毓民也很反對 黃毓民也很反對 但是非常時期 用非常手段 用你自己的方法也沒問題 黃毓民不是一個絕對的指標 沒用 我覺得沒用 沒用黃毓民這枝大豹 真的大豹 你沒有本事像黃毓民那樣 跟他爭 跟他吵 你沒有用別的方法 罵得來 又沒有說髒話 然後又可以出口成文 是很難的 是 還要動真火 因為我當一刻 我立刻想的事情就是 如果那個是我 如果鄭松泰是我 我真的除了吵架他 我就拍胎吵架他 你還可以做些什麼 喂 你這些 沒有錯的重要 不是說一句 我看著你真的說不出話 是很好笑 但是大家笑完就算了 你真的要動真火出來 你就拍胎吵架他 你就要全香港人都看著你去吵架他 是 沒有啦 很難啊 鄭松泰的 風格 風格也不是這樣 很難 有多少個黃毓民做到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黃毓民 又在那裡嘆他選不到 又在那裡說 又在那裡說 冤婦 最接近黃楊達 這兩個都選不到 沒有辦法 你就算陳文進去 他都不是這個方法 是啊 可惜王浩銘也應該可以 不過可惜又選不到 不是說真的 大狗狗狗狗狗 在那裡說 黃毓民可能真的會衝出去 搶家去咪 分分鐘 不出奇 我不敢說 我又不會說絕對看整個人 而是低能仔的 感覺上好像很衝動 低能仔快必低人 快必開始廢話 快必進去跟他鬥好笑 快必進去跟他鬥好笑 跟他鬥好笑都可以的 蔣麗雲這樣 今天有一則新聞關於立法會事 話說今天表決政府問責官員加薪 投票結果好像反對了 其中一個小插曲就是 何君堯去了投票 然後就贊成 發言 然後有人說 你好像不是這個委員會的人 然後他就說我忘記了 因為他是要通過 就是一個議案拿出來 你要在事務委員會那裡通過 才會再搬去立法會大會談 現在就是連事務委員會都過不了 是啊 但是 突顯了這個新科的議員何君堯的低致 這個委員主席 還是有心薄大務 就是廖長江 然後要求反對的議員舉手表態 嗯 然後期間何君堯趕到 投下贊成票 可惜 旗差一著 在場點票的女職員發現 有點不妥 然後說 何君堯議員不是我們的委員 然後廖長江就問何君堯 你是不是委員 然後何君堯就說 好像說是喔 所以我才回來而已 然後現場就隨即蛙言 然後廖長江就追問 是不是曾經退出委員會 然後何君堯回應說 我真的忘記了 實在太多了 因為委員會 嘶 好厲害 好厲害 不是的 接下來這個立法會這幾年 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 大家鬥夢茶壇 大家鬥黃糾糕 我不知道以前是沒有變成新聞 還是現在實在太多了 現在實在太多了 一來啦 以往沒有什麼事發生 為什麼呢 真是 你 這一幫人 你要出來選之前 他們要考慮的 不是自己懂不懂 是不是 他只是 任務來的 對他們來說 我出來選自己的任務 選完之後做什麼 他根本就完全沒有想過 你叫我出來選 我就選 是不是 他不需要準備 要做議員的任何 我不單單針對何君堯的 很多啦 你劉小麗也是 你本身教書的 小麗民主教室 還有一個 你參選這個立法會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立法會其實要做些什麼 你以為好像黃宗民那樣 只是進去屌人 你不要說什麼 飄王 朱凱迪也是這樣 也是 蒙眼茶茶 反而民主黨那些比較好 因為可能民主黨接觸得多 back up多 back up多 這樣就好很多 始終做了這麼多年 這樣就好很多 他們可能內部自己也有個系統 立法會議員要做些什麼 怎樣分工 哪些人負責些什麼 可能他們很清楚 你一去到劉小麗 去到朱凱迪這些新的議員 羅冠聰 我不知道是因為羅冠聰真的沒有 我又不想說他沒有做過事情 但我看不到 暫時看不到 所以沒有脫掉了 沒有什麼脫掉了 沒有脫掉已經是叫做 很厲害的了 很厲害的了 你好像鄭松泰正正常常常那樣 多難 鄭松泰因為有教主 可能有阿近幫忙 應該是以前阿毓民的助理都幫他 有些有些阿近 你說你何君堯這些 他真是夠識嗎 對他來說沒所謂 他請了議員助理 手都好像青年新政一樣 其實舊的也有脫掉 梁耀忠的也有脫掉 梁耀忠本身是人的問題 可能他跟助理也有關 何秀蘭是他的助理 是呀 這件事好有關 這件事好有關 好有關 年紀最大的助理 雷鬥女 真是 洗頭什麼 何秋蘭 對洗額 端立法就不洗嗎 神經 不用用洗頭洗嗎 所以沒有這個立法會 你也沒有什麼可以關心 你想想 當初兩個月 橫州發展項目 是吧 是呀 講得多厲害 死人倒閉 現在沒有了這件事 沒有了 沒有這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的注意力 都去到選特首 是吧 是吧 你那些橫州 就算這一刻 你決定了 看 是吧 半年之後 換了新特首 所有事情都從頭來過 可以 是呀 我相信泛民也是等著 等著很久 是吧 那 想說特首這一份 我們先說說現在的正式參選人 是吧 包括這個 胡國興 前大法官胡國興 胡國興 這個叔叔 不知不覺不覺他 有做過事情 和有參選過 那麽製 呃 他的聲音很難瞞 他講話 他人也很悶 是啊 如果你就這樣要我看 我不說我有沒有票 我從一個外表去看 他毫無領袖風範 我不知道他穿起法 他當天穿起法官袍 打起那個假髮 可能感覺會不同 但現在你做特首 沒有假髮給你打 他的樣子是 他是注定做配角的 是嗎 那些二打六 有幾次 那些二打六的樣子 有幾次 我立晚看過這個 是吳興貴 黃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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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胡國興呢 很難找 我相信 如果你要找吳克劍 是比較容易找的 那吳克劍 那吳克劍 也不是一點 黑人真的很多 那他的意應 不是單單因為他黑人真的 那吳克劍 印堂是發黑的 剛剛有一個十九歲的女生 大學生 在大埔吊頸自殺 早幾天也有一宗 兩個小時內 兩個 我不管在什麼情況之下是自殺 總之有學生自殺 其實你不克劍這個教育局局長 你都需要去了解 或者要把這個情況改善 始終都不是一單半單 但是當然 究竟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你不能夠每次都跟我說個別例子 生涯規劃有問題 是啊 他對上去 但是那次有一點點屈膠他 那次 他的原意不是這樣的 但是他被人召喚了這一句 你不要管 總之你就要揹飛 總之你就要揹飛 總之一直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出了這些事 說話你就小心一點 你記住你揹了一條冤魂在頭頂上 在你治理下的教育制度 出了這麼多自殺的學生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教局長當然是你 你一是就辭職 我又覺得很搞笑 人工就要照顧 照家 照家 但是責任可以不用負 問習官員 還有有人質問他 說公幹和旅遊是不同的 他這樣說 我也知道 我都知道 阿哥 懂不懂中文嗎 真的 這傢伙 這傢伙 當然 說回 說到吳克劍 TXA又死灰復燃 之前是說最近的發展是去到學校可以自行決定考和不考 其實有部分學校宣布說不考 就是不會再參加這個評核 這樣 教育局之前都說會檢討 但是他就說其實對於這個學生其實沒有影響 所以 結論就是繼續考 繼續考 我檢討了 繼續考 其實你一句說話說對學生沒有影響的話 你考慮什麼 不是 那你檢討了做什麼 不是也是的 他檢討了才知道 因為對學生的數字 就沒有太猛 像你剛才說的那個 化妝等於沒有化 那麼快就做 對 你以他的說法來說對學生沒有影響 沒有考慮做什麼 你學校的考試到最後都是為學生去評分數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所謂的TSA考試 但是你對學生的分數或者對學生沒有影響 那麼你考慮做什麼 因為你在於 因為現在你教育局就是下指令那個 執行的學校 當你下了這個考試的時候 你作為校方作為執行的一方 那我唯有叫他們盡力考 那你一去到盡力考 我不能夠講太多 如果我作為學校 那你們就不用問 我沒有理由這樣跟你講 作為執行的一方 沒有理由學校 你們棄考就可以了 你交百卷也沒有人說你的 我不能夠這樣跟學生說話 下個星期就考TSA了 不過你們也不用問習 但是人來考就可以了 你不能夠這樣 你不能夠這樣 你不可以把一個 本身要教育學生的那件事去做 既然對學生不會太大影響 那麼我不去考 又不行 又不行 如果你作為校方 你容許他這樣做 你校方便不負責 變相 又是 你不是壞的 如果你容許他這樣做 其實你又不應該把這個 價值觀灌輸給 對呀 你不喜歡就可以不做 對呀 你不能夠這樣跟他說的 對呀 所以你教育的講法很有問題 對呀 根本所有的東西歸經教育 就是吳克劍這傢伙 你之前好地地 你說給學校自行 決定考考還是不考 那這些學校決定了 不考 好行了 不考 我就不做這件事 既然你要我去做這件事 我就不能夠叫他們去做 是不是 是不是 就算我明示暗示都不行 你不可能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不可以這樣做 對呀 我就當那個學校不負責任的也好 他都不能夠這樣跟他說 如果將來他不喜歡考試 他們也是這樣 就糟了 難道他將來說 不是 我覺得現在那個 沒有回考 DSE 我不喜歡 我又不考了 你不能夠這樣容許他們這樣做 所以我很明白 因為之前李方家有人說過 我們好像有不負責任地提過 交白卷 不要考 他死了 發學校不可以交白卷 甚至我之前也幻想過 如果將來我兒子要面對這個考試 那我應該怎樣 我作為家長 可能我們叫他兒子不要讀 但其實當你想深一層 你不能夠這樣教兒子 這個事 爸爸你不喜歡嗎 我論我你不喜歡就不用考 Yeah 不可以這樣教兒子 所以你說 如果你作出 作完這個檢討 結論 只不過是說 對學生沒有幫助 那就是怎樣 之前的學生 他們也是自己 不配合你不黑劍 你之前說的 生涯規劃有問題 對啊 生涯規劃有問題 那就死了 因為 我覺得現在 現在教育局 他根本就是劇虎難下 之餘 他死要面 所以死要面 如果你現在說 TSA 所有 TSA就撤回 對於管治來說 這是很失威的事 他在一個這麼鐵門的管治的方式下 他這個 他不可以退却 所以他不斷說 這麼荒謬的解說出來 說這個TSA是如何如何 其實所有事情都有即可尋 任何現在你政府提出來的 所謂的政策 他們所有 他們唯一的執行方法就是 站硬 站硬 什麼都好 就算你吵架我 你罵我什麼都好 我就站硬 我怎樣都要做到底 你高鐵如是 機場三跑如是 你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什麼 港珠澳 對 基建那些 譬如那些政策 什麼審批權 那些 我說不做 我就站不上 我就掂我都不掂 你吵架我 我是不做的 你咬我嗎 要做的就硬來 是啊 要做的我就硬來 你說TSA 可以 你們這樣不喜歡 那我就檢討 檢討完之後就繼續 繼續 那不是怎樣 總之他要做 但你反對他也要繼續做 他正在做的 你反對他也要繼續做 就好像你說他剛剛 否決了他加薪 這件事 沒有的 他要做 他說明是會再交給財委會 財委會通過了 這個我又不明白 這些議事情 你事務委員會 你否決了 他又可以拿去財委會 那是否就是說 財委會撥了錢給你 之後你可以這樣加薪 那你當初擺去 市務委員會 做什麼 咬頭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剛才看到 他又說 他是會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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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由財委會去審批 對 既然我也否決了這件事 那你批到錢也沒有用 不知道 那既然你財委會 都搞得好 你當初拿去市務委員會不會做 不知道 不過我也覺得好 要加 你香港人的稅 應該是被狗官拿來貪掉的 剛剛要加的 對 你現在不要交稅 你交稅就是這樣 當初很久之前 蕭又元建議大家 80歲 現在他只顧著吃韓牛 不知道什麼叫吃韓牛 你不知道為什麼老蕭代理了一隻 韓國的牛肉 我 有沒有事 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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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吃得 他說吃得就是不吃得 哈哈哈哈哈哈 作為一個知名的燈神 哈哈哈哈 很糟糕 我說了燈神 他生氣了 對 他生氣了 他跟蘋果吵架 因為蘋果追擊 他說黎智英 經常說他燈神 是嗎 我很久沒聽過他的節目 其實他現在只是做最新消息 我也沒聽他的節目 大多人上網說 那倒是 有些人又回答 放在高登 喂 那好了 我們說回選特首 那現在 梁振英這個狗賊不選 那 胡國興 不是不選 吳敬族連任 吳敬族連任 是的 但是可以是 可以是沒有人被DQ了 就是直接陰典連任 直接陰典連任也可以 現在就是胡國興 第二個就是葉劉淑儀 這樣 葉劉淑儀 他宣佈了參選 最觸目的都是他的 Logo 背景 背景 那個Logo 贏 回香港 贏就回香港 是 澳門的 在澳門 明居 輸 磨爛隻 其實好像他這樣 贏回香港 其實是選舉的時候說的 是嗎 這麼久以來 由03年開始 衰 完一鑊又一鑊 那 怎麼 依然在磨爛隻 在立法會也發揮不到功能 只是懂得到BD巴拉 很厲害 說話又沒有水準 之後被人罵兩句又哭 那時候政改被人火鍛了 又哭 不是政改 是政改 他說他沒有投票 感覺到傷心 哦 就是 接著 好了 現在他又跟你說 贏回香港 他把贏字 下面那個 哥哥一抽字 剛剛有兩句 上面有 忘口 下面有 win 忘口一個字 忘口一個忘字 就是解 老人不聽人說 很糊塗 文塞 還是怎麼讀 忘 都是讀忘 其實 就算你不懂這個字 你看到忘口 你就已經 不要禮了 是 你千善萬說 不過可能他找外國設計 現在我想 設計這個標誌的人 會出來應投 我想不會有人幫葉劉設計 一定有 這些事情怎麼會不找人做 一定有公關幫他做的 是的 一定是 應該是找PRO公司幫他搞的 而他找得 去人設計 他不會 改變 我有800元幫我做個標誌 行不行吧 不會啊 葉林淑儀已經說了 大哥 你這件事 你不拿一萬多千出來搞這個標誌 你怎麼收到科 我想不止一萬多千 你怎麼能交代 那個設計師真正收多少 我不敢說 你的PRO肯定不會收得便宜 PRO就不收得便宜 是的 這個人的PRO是包的 可能PRO真的拿一萬多千 是的 起碼 還有可能不是跟你說是葉劉淑儀 唉 我有個Client 不會的 一定是一套做的 不是 就是我講一個PRO公司 青年新政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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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方面 你可不可以 哦 第一 買十一部電腦 什麼 他在說青年新政 這個轉流才說 今天要還錢 今天要還錢 這個待會兒再說 我們先說回葉劉淑儀 好了 這個Logo 你忘口 下面加個WIN 首先就是有一些從事設計行業的人 先從構圖上去分析這個Logo 又不對稱 又不至中 真的 歪來歪去 到WIN都歪了 歪了 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是要做 這些是一個從事設計 一個很基本 我剛才留意到WIN是歪在那邊 是歪在那邊的 這些是設計上的 很低級錯誤 是的 還有 好了 這個首先拿出來被人笑 第二就是那個字 亡 第三個歐陽偉豪 是的 這個亡口月貝凡 是的 中間的貝字是最重要的 貝字解釋錢 對 贏就是要贏錢 那你 錢也沒有 那你贏什麼銀呢 贏什麼銀呢 貝就代表銀 那他贏什麼銀呢 這個Ben Sir真的有些了動 他之前有在無線教講粗口 就是那些粗口的 解釋一些典故 所以我覺得無線丟臉狗賊 例如 他現在又開了另一個節目就是講粗口 廣東粗口 什麼死計撐棒蓋 那些 他找了另一個教授講 他不是找Ben Sir 不是啦 我就是這樣覺得 當初你做什麼 什麼 最重要是政治 黃宜興 黃宜興 其實如果你說找黃宜興 你比較起來其實就未夠班 你找黃宜興 但是你作為一個 在文化界的一個明星效應OK 答兩條女 然後到你之後你找Ben Sir 他做了很多示範 很多觀眾都認為你做得很好 認為Ben Sir 你解釋一下廣東話 Ben Sir有一個創舉 就是用廣東話去做一張合約 是嗎 是啊 就是一張買賣合約 我忘記是不是是賣樓的合約 是嗎 用廣東話 教授真的不同 好了 現在你開一個節目 啊 混蛋 你吃了別人的小 你吃了別人的小 又放假了別人的飛機 就是無線優賤的 那不要緊 其實現在Ben Sir自己也很紅 那是他也很多講過 我都看過 那是葉林淑儀 這個logo夠被人恥笑 不是他那個什麼 維尖呢 葉林淑儀 這個好像被人插 RIP 這個真是好 RIP 好了 講一下他政綱 他有什麼呢 他說這個履行 這個憲制責任 就為23條立法 好啊 好啊 過半數香港人支持 我相信 好 那在立法會裡面實通過 實通過 放心這個實做到 實做到 基於831的決定 重啟政改 好啊 好啊 讚成 好 讚成 是嗎 胡國興也是這樣說的 是嗎 好啊 將25萬選委的選民提交到 不知100萬還是多少 差不多 然後呢 那一定贊成 一定 非賤石派 泛民怎會不贊成 陳澤韜都贊成 是 下屆再來 是 真的有機會贏到300席 但是12個不改 最多東西都贏過選民 是吧 是 講動員勒令 你是哪個戴耀廷 接著呢 接著就這個 言修改議事規則 減低議員 濫用拉布 那你要跟蔣麗雲聊一下 不用 跟泛民聊就行 當初修改議事規則 只有李卓人他們支持 要不然就搞不定 現在要修改議事規則 門檻也很低 反正 對準 很簡單 很簡單 最後 也很輕鬆 最後 英洋非建制派 參與特區政府的管治 讓他們成為忠誠的反對派 已經是 對 就做了 這句 這下 葉劉淑儀輸了 廢話 出現了一句 廢話 已經有了 其實還有一點 中史列初中的必修科 通識就改為收選科 中史有必修 通識就是可以選擇不讀的 當初為什麼要通識是必修科 我都忘記了 他把社科建 他把社科建組合 當初 那你就慘了 你不是就是這些 多低這些議員 或者是所謂的局長 又是教育 這也是教育政策 日改夜改 這裡又說是必修科 那裡又是自選科 沒有三年改一次 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還是97年的盡期時間 其實97年之後 到現在香港現在 十八年 他真的改了很多次 武語教學 小班教學 DSE 很多 然後334 GSA 改了太多 幾乎是每屆的學生 都經歷過一次轉變 其實是1997年到現在 二十年左右 你經歷過四代學生 我們剛才這樣說 其實都可能已經改了 我們剛才說了幾樣東西 可能你兩三年就已經改一次 是啊 是啊 你真是玩糕死他們 你很難適應的 那件事 那麼 你葉劉淑儀 你現在又說改 就是玩東西 是不是 不如說胡國興 因為我想說重點 那件事是 你半年之後就當選了 我假設你會贏 你半年之後就當選了 那就是 如果我現在 我也是 我讀到方科這樣說 你現在才讓我選手中士 那我之前那些 那我怎麼辦 我想他有一個 Cut那個年期 可能好像會考 也有 不是 他說他提供選擇給你 但是你知道 現在 屌你都什麼 可能是屁股鬼的 爸爸老母 我明白 你可以選擇 你又不讓我選擇 是啊 現在有中士選擇 尤其是黃絲 喂 喂 你真的要學一下愛國啊 兒子 這樣就很糟糕了 終始不是代表愛國 他們會這樣想的 不是 他死了 你讀嗎 是不是 現在 必修啊 你真的不死 那倒是 我想說 你剛才說胡國興 輕輕帶過了幾句 人家有政綱的 雖然他的樣子 是呀 我說完胡國興 然後忘了 又沒有去說政綱 什麼都沒有說 已經跳了去 墊樓了 他真的是 存在感的人 他那個政綱都很泛民 是啊 胡國興的政綱就是 全民退休保障 不需要資產審查 欸 劉小禮 是啊 不同 劉小禮是免工退寶 出免工退寶 劉小禮 取消TSA 取消特首任大學校監 推香港人的首次接用地 發展棕地 政改沒有共識之前不推23條 政府帶頭實施標準工時 還有選舉委員會選民逐步遞增至全體選萬 還不是討好那三百多人 是啊 逐步遞增 哦 是不是 所有政綱的重點 其實都還有一點 但是這個重點全部都是 爭取非建制派的票 我覺得 先說他那個說 逐步擴展到全部選民 沒可能 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 你根本就是玩語言藝術 好像變成大家都可以選的功能組別 你全港選民選35個都打架了 全港300萬選民選1200個 我怎麼剔的 你教我 不是 我覺得他會像什麼 他會像 他沒有跟你說那三十幾個都是你選 不就是像超級功能組別那樣給你選 即是他畫35個出來給你選 他畫35個出來給你選 畫35個而已 畫5個出來給你選 啊 可能是 嘩 這個認受性就強很多了 是啊 你看我的選彎 我12個選彎裡面 有5個位是全民直選 嘩 嘩 那真的有段時間玩 有啊 玩到我孫子 差分頭 玩到我孫子 玩到我孫子 即是跟超級區議會一樣 對 對 但他裡面也是沒有人用 是啊 即是他會給你做 但是他做了出來等於不做 就是語言藝術 對 看來好像最漸進 但是 泛民應該很buy 泛民一定buy 喂 喂 有黃絲buy的 我看到 是啊 我看他其實多人like 因為你有什麼取消TSA 什麼 什麼全民退堡 這些 黃絲一定like 取消TSA 及特首必然的大衛大學校監 這件事 和涵漾的全民退堡 你有哪個黃絲不like 一定like 一定like 還有不推行23條 標準工時 喂 發展棕地 還不是黃絲嗎 如果就這樣看表面 看表面 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們三個 哪個好一點 兩個都是垃圾 對不對 總之去選的就是垃圾 是 但是如果你 我們現在正在針對 那三百多個按鈎的選委 泛民這些濕鈎的選委 那你們會覺得 好了 現在如果真的就這樣擺兩個人在你面前 喂 我想說何無懸念 是不是 你只是二十三條這樣 嗯 你已經非頭胡國興不可 嗯 要不 你就找一個人出來選 他的正 你就算你現在找 梁家傑出來選 他的正案可能和胡國興一樣 其實 簡直一樣 不是 你寫什麼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你不就好像我上次這樣說 高鐵停工 是啊 高鐵停工 基鐵三跑取消 不再討論了 然後 橫州七千個單位 變回到萬四 我建議多加一萬 喂 只是說這些而已 不如你再試試 寫個正光板上Facebook 看看有多少人like 是嗎 多過二十個你去參選 但是他不夠清 我不夠清 是啊 是啊 門檻真的高 是啊 門檻高 45歲 是啊 所以就是 寫定差不多 不說這些 我又不想被人吵 不是啊 不是啊 你去參選我來吵你 不是啊 我就是不想被你吵 你可以繼續做節目 Donald Trump也繼續做輝煌騰答 我們說回正題好嗎 就是這樣說 如果現在表面唯一還有一個轉機 就是曾俊華 看他選不選 但是曾俊華還未批他辭職 上次梁振英這樣說 曾經有一天 他就說 如果曾俊華現在辭職 接下來政府又要推 又有什麼政改方案 還有新的財政預算案 對呀 私政報告 私政報告 你現在離開了 很大影響 你這個混蛋 如果 你要選 辭職的人是不是又是你 你說梁振英要競續連任 是啊 如果當初你要連任 你也要出來選 有沒有需要辭職的 當然要 當然要 雖然 雖然 史無前例 這件事 之前沒有發生過 不知道 正路就要 正路就要 那 你不認得工作嗎 不是 好像不用了 不用啊 因為之前沒有遇過這個情況 沒有啊 之前曾蔭權也沒有辭職 就是他連任 沒有他不需要 連任不需要 是的嗎 是不是 那現在曾俊華也說 曾俊華也說 曾俊華是 因為他是財政司 財政司 如果他這段時間去 根據曾鈺成說 得手競續連任 無須辭職 享有不公平的優勢 哦 這樣 難怪他講得這麼大口響 這條戰 那本身是爭取連任 已經是一個優勢 哦 那也是 那所有爭取連任的總統 本身也是 有優勢 所以通常都會做到八年 你看到外國那些 先天性的優勢 是 那你 好像當初 當日你要選特首的時候 你也遲這個 行政會議 難道你又不會覺得他有影響嗎 那你又只能這樣說 局長不同 局長不同 那我又想問 喂 你 你作為 一個特首 當你的下屬 要去選特首 哪一個人這樣契弟 他絕對是契弟 你不幫忙 不用踩人 因為這些 見微知著的 其實 見微知著的 即是 你這小子上位 叫職業做 你這小子有位上 糟糕 你撐出去跟別人說 哎 我公司真是被他淚咎死的 你這樣出去跟別人說 別人背後會笑你 小家仲 哪有這麼厲害 哪有這麼厲害 小家仲 小家仲 就是了 而且他的說法 根本就是 就是故意去挖苦這個 真正華 是 因為你這個 現在所謂的特區政府 是以前叫做英國 英治時期帶來的 一個 持之有效的公務員體制 就算是局長 就是有處任制度 是 有處任制度 其實是對整個 會有人接手 會有人接受到 對 沒錯 你放假 即是梁振英放假 他經常放假 對 你也經常放假 沒錯 林鄭就是處任 如果林鄭也是放假 曾俊華 就是曾俊華 現在已經放假了 是啊 一上去就有幾個星期 是啊 那些人還不知道在馬爾代夫 還是哪裡撞到 沙巴牙撞到他 一年都沒有回九個月工 你這個混蛋 你真的說人家 早半年辭職影響到你 你吃屎吧 你這個混蛋 這樣是對整個公務員的系統 是一個侮辱 是 整個公務員團隊裡面 沒有誰都可以 沒有任何人都可以 是 這是一個團隊 是 其實是一個混淆的 你這個混淆的放假都可以 混淆的 人家少一點辭職 不行 所以你明天死掉了 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沒有問題 你馬上死掉了 整個政府都不會想 是徐少華要多買兩支香檳 還有你家人一起開 我叫徐少華買 我馬上買 我都買 那我們也要慶祝 慶祝吧 喝一杯就算了 起碼我們相信真的有報應 黃天擊殺 黃天擊殺成功 我們跟陳文碰杯都要 也是 黃天擊殺 大狗 正剛 另外就是 雖然曾俊華未出來選 但是 他不知道遲不遲職 其實可以不行嗎 我不知道 要批准 要中央政府批准 就算特首都要中央政府任命 要等綠燈 對 要等綠燈 等一下還有紅燈 等綠燈 一班奴才 一班奴才 要聽聖意 但是我這樣說 即是說 現在其實 有兩個聖意 就是 David Tang經常說的 集系和剛系 為何我這樣說 即是 曾俊華當初他要去選特首 都不是他的意願 都是有人的命令 因為與此同時 有另一個人打到 在阻止他 然後之前 有宋林被人拘捕 誰是宋林 宋林 是梁振英政府裏面的 廉潔職那些 說到一口泡 很多這些 不知道職位 什麼廉潔社會委員會 那些 有什麼事被人拘捕 探戶 就說 尚良不正下 就說 因為他是他的人 所以 剛剛是他宣佈 吳國族連任之前幾天 所以 他就說是張曉明那些人 哦 所以很煩 那 很累 那 我不知道 你試一下 Facebook再試過 怎麼了 因為我開過Live 看不到 他自己在做Live 但是看不到自己的Live 哈哈 這個世界真是 我看見他被黑了 真是諷刺 那你葉劉淑儀 但首先 已經在攻擊曾俊華 人家都不知道 算不算 到我攻擊 我讀什麼 我讀經濟 是啊 他也不是讀經濟 他不斷說自己讀什麼 Stanford 啊 史丹福 那我就立刻看見有人 啊 按耐不住 史丹福之恥 啊 那些 哈哈 哎 我覺得 有時候這一句話 就不要這麼容易搬出來 是吧 是不是之恥呢 我又覺得就 蛤 就 一家學校 無論他是名校與否 是 其實都不是說 包生仔說出來那個一定是 結出的人 或者是一個好人 是 那你等於哈里波特 你教出來的學生 也有佛地摩啊 是不是 不是一定個個都好像哈里波特 是 為師弟兄弟這麼正義 是 是 那 就是 黃金聖鬥士也出了一個雙子座薩卡 是啊 真的 僅有敗類 僅有敗類 不是 而是我 我覺得 因為我看到坊間 對於 對於 葉劉淑儀的厭惡 表達出來的理據 很薄弱 就是好像口口號式 是啊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什麼史丹福之詞 是啊 就是走去攻擊而已 就是 有些 潑苦麻戒 大家好像找不到位去吊咬葉劉淑儀 因為我看 我很明顯看得出 你們是不喜歡葉劉淑儀 但是 到現在當然大家都不敢太過著迫地去表現 就是說 我是支持胡國卿 曾俊華還沒宣佈參選就不知道 不知道從何撐起 現在表面 就這樣看 葉劉淑儀 胡國卿 那一定是胡國卿 是不是 你們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不敢支持胡國卿 吊葉劉淑儀 吊得毫無水準 我就覺得是這樣 喂 葉劉淑儀 你只是把23條放在他旁邊 你已經夠了 沒有三次了 是不是 我不明白 大家還在罵來罵去 葉劉又在說什麼 毒樓 以我們節目的立場 我們是很公平的 先不要說葉劉 他以往做了多少壞事 這些不再說 這些他一定是黃天擊殺 第一個 應該是第一批 第一批 胡國卿 就算他的政綱 好像挺討好黃絲 或者很泛民 叫做民主派中人 那些說法也好 再加上曾俊華 有很多人喜歡 薯飄叔叔 有什麼立場 以我們的立場來說 就算他有不同立場 也好 有好人壞人也好 只要參加這個 特首選舉 就要批評他們 就要去聲討他們 因為他們參加選一個 小燕節選舉 一個我們沒有份的選舉 其實不關我們事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在 所以就算你們怎麼罵葉劉政綱都好 其實也不關你事 你也沒有份去否決他 現在他們 看上去很多人就很投入 很投入這個選舉 為什麼 就是跟當初的人去看雷動計劃一樣 大家都心知透明其實是有問題的 不認 為什麼 我贏了 贏了三百多 是啊 雷動計劃 至少我贏了三百多 有問題 不理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雷動計劃 贏了之後 有民主派拿了這麼多職位 說議會有新一片天 諸如此類 但是現在 就變成這樣 新一片天 那現在 好了 大家不敢去討論那個選舉 這個小圓子選舉 為什麼 我要掩飾我拿到這三百多職 就是什麼 沒有人再有興趣 就算是黃絲也好 沒有人再有興趣討論立法會 現在 是啊 因為你們選出來的 那些垃圾 因為就是變成垃圾 當現在他們選贏了這個小圈子的時候 沒有人再討論小圈子 那個構成的問題 還有什麼 六八九又不算了 是啊 你找我討論什麼 我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之前他們都預讀了 總之日日就讀 總之不要投六八九就行了 如果非建制派不是拿這麼多職位 因為他們一樣不停地批評 不停地批評這個小圈子選舉 是 所以真的是 今天呢 今天呢 是不是今天呢 不知道今天還是昨天 應該是今天 大曉 就說民主派在選委上報節 那下節吧 先休息一下 整個鐘 先聽一首歌 好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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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